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支琴呢 就是来自YSMA的AC922CECustom 所谓Custom就是这支琴是在量产的标准板质上 做了一些定制的变化 那么这支琴呢 首先它的面板呢 你可以看到在浅色上有很多纹路 这个呢就是重度的熊爪纹西蒂卡云山 那么它的背侧呢 看上去比较抽象 它是个什么样的木材呢 我们待会儿见笑 首先我们简单来讲说一下它配置 首先童形的采用的是Grand Auditorium 也就是GE的缺角童形 面板呢采用的是西蒂卡云山 重度熊爪纹 它的指板和它的琴码呢 都是采用的Ebony屋木 在纸板和琴码上都有非常漂亮的 墓碑的镶嵌 这个呢实际上有点像藤丸 那么琴头呢同样是在乌木的贴面上 以斯蒂的墓碑的logo 那么卷弦器方面呢 采用的是1比21 持轮比的勾套的卷弦器 同时呢这个转轴做了复古的象牙色 上下弦枕都是采用的骨质 上弦枕的宽度大概在44.5毫米左右 有效弦长 上下弦枕之间的距离为648毫米左右 标准的有效弦长 那么同时呢 这是一支电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摄影器 摄影器采用的是LRBex的 Ansem双模摄影器 一颗音量一颗音调 它的琴琴采用的是什么 Houglin桃花心木 包边呢采用的是蛇纹木 那么在它面板的欠边呢 采用的是Aploni包一墓背 同时这里一个Armorrest的也就是靠手 我们在搁置的时候会感觉更加的舒适 这个靠手的材质比较偏深 我在想它可能是桃花心木做生的颜色 或者是胡桃木 那么音孔花环两条黑色的线 中间呢非常闪耀的墓碑 那么这个同时在它的侧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Sunhole 也就是音孔 那么这种侧音孔在你自己弹奏的时候 音量呢会感觉到我坚听的声音呢会比较大一些 全琴呢采用的是亮光的消极油漆 背策板呢这种非常抽象的材料呢 我之前其实发过很多的推文 好多人猜它是桑托斯玫瑰 好多人猜它是等等 但是也有人猜它就是可可波罗 可可波罗 那么这个呢还是一个Master Grand 也就是大世纪的可可波罗的声音 整个琴呢在手里呢会感觉稍微的偏程一些 据这支琴的手工师傅介绍呢 这个琴的琴景做了配重 因此整个的声音的均衡呢 更加的棒一些 声音怎么样 我们来一起听听吧 沙特的声音 沙特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